大家好 來到智庫通的股市自由針 上集我和一位資深投資者都已經拆解過 就是美股港股和A股市場的一些分別 和各自的風險因素 因為投資一定有涉及到風險 不同的市場特性不同 他們的風險因素都略有少少不同 所以我們說怎樣有效分散風險 最好就是做一個資產配置 就是不會把所有的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上 但怎樣為之分散到自己的投資 就要再和他談談 Cam 正式歡迎你 大家好 我是Apple 我們就看著尤其是上半年的表現 美股那麼勇猛 都做到很多新高 就算一些科技巨企 股價都成功創到歷史新高的時候 看著就覺得旁邊反向 為何自己沒有早早開始在市場當中 做一些部署 想問問Cam 直到現時的一刻來說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表現去計算的話 美股是多出乎市場預期的一個有驚喜呢 其實反而驚喜我就不覺得是 因為它年年都是差不多這樣升 因為美股市場很有趣 就是中國市場有些政策影響下 監管影響下 有些原先跑得很漂亮的股票 其實最後都是跑得一般的 但美國很搞笑 就是它越監管它都照樣升下去 比如說是反壟斷法案 都有一定的調查 亦都有一定的壓力 但你見到 譬如Google Amazon Facebook 其實都創了 如果跟去年比的話都創了新高 亦都是跑得比較大的升幅 除了Amazon可能有一點點之外 其實我在這一年的 反思這一年的部署 你猜當時我都是主要投資一些 科網股為主 譬如有些相對較小的 另一邊箱就是一些新能源的概念股 其實都叫做升得非常之好 而在香港市場上 我主要洩裂的都是跟A股一樣 都是一些碳中和概念股 慶幸這個版塊 亦都是在上半年走得非常不錯 尤其是前期的一些電車概念股 譬如是比亞迪 又或者是寧德時代 那些其實都升得很離譜 但你見到指數就不是這樣看 指數香港股市都上可好過A股 兩個市場其實都不是很動 即是踢都不動那種 其實這兩個市場 你會發現一個特性是牛熊市並存 我記得我有另一個講座 做一個PowerPoint給大家看 我簡直是鍵了牛角在熊 去形容這一個電車 怎樣解釋呢 為何會在同一個地方有牛市有熊市 其實那個看法就是 很多的板塊都是走不到的 不動的或是跌的 但唯獨有一兩個板塊是牛的 所以就不同於美國 美國要升 基本上你九成板塊全部都是升的 你買些什麼 就是大的股票來說 你買些先股又另計 所以牛熊市並存 是我們比較中國的股票 或者是香港的股票的一個特性 亦都是反映到那個難玩的程度 OK的 我自己覺得你任何時間 這個定律應該十年二十年都是這樣走的 就是你跟著政策走一定沒有死的 他打壓那些你就立刻斬 譬如在什麼教育股 科網股這些跑得衰的 你立刻斬 但其實我們在整個資產分配當中 我自己來說 你看這些美股市場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雲觀去到微觀 你先分析整個區域 整體的經濟如何 普遍向上升 就是牛市初期 或者牛市中期 其實你基本上買什麼都會升 但反而你在香港和A股市場上 你是反過來的 你是有一個下而上的角度去思考 你先想到 我的思維完全一樣 是的 因為你整個雲觀的經濟 相對起來沒有那麼穩定 香港相比美國來說就沒有那麼穩定 所以我們反而在這個戰亂的市場當中 我們要找一些英雄出來 就是這樣的看法 而近期的英雄就是坦中和 就是那些品牌概念股 你看到譬如安達、李寧那些 甚至香港來說 譬如是一些具有極品牌價值的工業股 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譬如是創科實業 我經常都問我爸媽買什麼股票 因為通常他們不會懂技術操作 當然這是教育學例子 這些概念股足夠優質 反而又不會太受政策影響 即是無尼拉加值 中央不會不讓你生產什麼 通常都是搞新興行業會比較多 所以這一點的隱憂會相對小一點 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所以你看到我前期的配置就是這一堆 譬如是碳中和、香港選工業股、部分 少許的利益 就是極級撈底的時候去買 去儲存 下半年的展望 或者這麼說 9月份至12月份 那個展望 因為美股是我會長期持有的 除非它真的是熊市 但其實我好像說到香港和A股不是太好 但其實我覺得都繼續有一定的價值 都是那句 你找到英雄就可以了 而因為在8月份、7月份的時間 其實之前的碳中和概念股有部分會有調整 但它們是很強勁的股票 例如A股來說 例如是寧德時代、陽光電源、龍基 這些其實是很強的股票 但因為之前炒得太誇張 香港股票也是一樣 例如電車、比亞迪 或是上游的金風里業 這些其實都是我覺得OK的股票 反而現在跌下來或者走得慢了 其實下半年或者最後幾個月 反而是一個機會我會去看多一點 而另一邊商就是 雖然它們科網股 一些巨型科網股 它是受著政策影響 即是跌了一波一波 但你看回整件事就是 爛船有三分釘 我都會繼續去部署少少 你都會有一個upside risk 所以我都會繼續看回騰訊、小米 小米尤其是 因為它跟其他幾個巨型科網股有少少不同 軟科技和硬科技 沒錯 而且我自己覺得外國會少弄它 因為它那個殺傷力 又不會去到太恐怖 即它的技術不能夠挑戰蘋果 所以它就不會被人弄 所以這個位置上 其實小米都可以去多提兩題 我自己覺得 不過也提回大家 Cam 一個是個人意見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裡面提及的股份 並不夠成任何的投資建議 大家都要留意著 投資一定是涉及風險 無論是一個很冒起的行業也好 或者是政策很重點扶持的行業也好 都會有它們的風險 不過Cam 另外我想問 當我們知道市場 未來的趨勢和方向 哪些重點行業是值得留意的 但大家就會想 究竟它貴不貴 平不便宜去怎樣衡量 經常都會說 要看回美股的股值 或者港股的股值 某一個市場的股值 對比起另一個市場有落後 那是否就是 整體來說有一個追落後的空間 根據最新的一些數據去看的話 真是用股值去計 美股、A股、港股的股值 哪個為之便宜、哪個為之貴 如果傳統去看 譬如是PE這樣計算 美股是一定貴的 但因為我們PE有些盲點 就是增長 市場如果增長是高速的 其實投資者是願意給一個 較為離譜的PE 所以變成美股市場 長期都會比較看好 就是因為你從宏觀的角度去看三個市場 其實美國的經濟是相對較為好的 不是說中國的經濟不好 因為它也復甦得快 但中國市場的政策的決定者 其實它就不太看待市場 它真的看人民的生活 實質的經濟如何走 其實它的資本市場上還是下 不太關它的事 所以變成你一個的政策決定者 就是股市就是它的成績表 另一個基本上都不知道 放在哪裡 我以為只是特朗普年代才是 其實拜登也是 你見到拜登第一次出來說話 他就說美股創新高 即是一個炎耀 你看我市政下多好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看到這個特點底下 其實你如果買 譬如你只會投資ETF的一個指數基金 你選擇美國會比較容易玩 它的直播率就有在 如果只講香港和A股去看的話 其實它們的PE 或者你只拿回一季的增長 預測的增長去計算 現在的母肌盈利除了 那個Price 除了母肌盈利 其實你會覺得 一定是便宜的 問題就是 剛才的概念就是 牛紅市並存 它整個市場便宜 問題就是 升得的板塊又不多 所以你說整個指數去買 我自己就真的不會 老實說 但是資產組合 去到第四季 如果真的看得比較短線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明年 那些貨幣政策 會不會有一個大轉向呢 真是說單純的 走短線的話 資產配置 需不需要做一些調動 去令到全年來講 那個的投資回報 達成到自己的目標 稍後回來 我會和Camp一起談 除了我們說的這三個市場之外 還有如果都是經濟復甦底下 會不會說在歐洲方面 可能是可以考慮一下英國 或者是電子做得好的 又可以考慮一下台灣等等 那我拆解一下一些 另類的投資市場 稍後回來談 繼續回來自負通的股市自由針 Camp雖然我們不是基金經理 但是每一位的投資者 就算是散戶 我們都想追成績 對 看著自己的盤數 對 最後一季難免有些壓力 尤其是如果你之前一直 都沒有分散風險 主力在同一個市場 可能是放在香港的比重 是比較多的 那你都會覺得 哇 美股還是累積一定的升幅 港股呢 很多的大型科技股回調都已經是三成過外 怎樣追回來呢 第四季我們講短線一點 真的 你覺得有沒有得追呢 有些朋友的想法就是 既然見到美股真的強一點 那我不如選擇這個時候 去用一季的時間去追回 這個概念可以不可以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看著別人升我們就追那邊 看著自己跌的那些就拋走了 我這樣看 現在如果你想拋走的是一些巨型科網股 其實我覺得你先不要拋著 其實不用拋的 因為已經跌到差不多了 反而你就是在想 接下來如果有些閒錢 塞到哪裏呢 美股其實有很多股票不怕高追 譬如說是一些金融股 那些金融股其實是說 因為你想想整件事就是 它接下來的那個印銀指角方面 雖然可能會收減了 但是整體來計 寬鬆貨幣政策完全存在 就算我當你加息 你不會一加加五六厘 通常都是由零至一二 下一季就 甚至乎我覺得都不會這麼快加息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你會看到市場的交易者的參與度 是會高了 這些金融機構一定是會有法開 所以你可以考慮 譬如是交易所類型 或是指數類型的公司 都應該可以的 而波網那些 怕不怕高追 其實你如果要求的回報 不是百多巴仙 那麼誇張一年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即是大型波網股 繼續去買回美國那方面 那些會成為 我自己本身 或者這麼說 香港第四季最大的倉位 而在香港和A股市場上 我就會前期 可能是透過投資 譬如短炒那些 房地產炒了十多二十天 那些股票 而另一方面 就是一些工業股之前說到很厲害的那些 其實都開始去到一個很高的位置 譬如創科都去到很高的位置 我會做一個叫做rebalancing的動作 就是套一些資金出來 那扔去哪裡呢 其實就是扔去我剛才 之前在一個月前套現了少少的 就是剛才那些碳中和概念股 而接下來可能會爆得厲害少少的 反而是光復的板塊 因為電車板塊已經追得很厲害 但是光復板塊還未去到 應有要上的位置 其實在香港市場上 所以仍然是可以去考慮 之後就是一堆那些 現在跌到在低位上的巨型科網股 這些其實都是我會看的一些情況 反而醫療股 醫療股主要集中在一些 那些叫做CRM業務 譬如是一些做研究的 是做研發的 或者疫情的會受惠 譬如疫苗那些都可以 譬如說是 若明生物、若明康德、福星 這些其實都是幾不錯的選擇 所以這一堆你又可以看看 但是CAM所說 其實是不是你自己過往用的策略呢 如果在美股那邊一直都是比較想長期一點 那不是做一個短線操作 接下來是否你都會沿用這個策略呢 至少在今年來計 直到年尾我都會用這個策略比較多 即是什麼時候會移動到大倉呢 美股就是真的是熊市 如果大家當2020年那個是熊市 那剛剛才過了 那我又不覺得它 那麼快又來30-40%的調整 又不覺得它是 所以就 暫時來說 美股都繼續是 不用太動動 其實基本上 反而就是 剛才也有說到 即是一些環球資產 那因為呢 我在我自己的組合管理上 其實股票又不完全是佔很多 那因為都叫做 兒子老婆亂 開始要想多一些 風險比較低的資產 要做一個更加穩健的組合 是的 那變了我就想多一些 譬如是房電產信託基金 或者是債 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就是每個資產 它是有它的意義在 即是大家不要無視了它的意義 譬如你強勢的公司 股票有很高的盈利速度 那些你買股票就OK 但是呢 有一些的不上不下 即是幾十年都是做到差不多的 那些公司 盈利就不是說很增長那些 你又不是至於完全不用看它 那些其實你可以流來買債去收息 那我是說一些財政健康那些 那因為那個想法就是 它這些公司 那些盈利速度慢 那變相呢 它就會以一個更加高的息率 去吸引投資者買它的債券 那你買譬如Facebook 那些 Amazon 那些債券 其實是一兩厘的 但是你買 剛才我講到的那些公司 或者是曾經很厲害 但是呢 在這一兩年做得不好 那它都會有大概五至八厘都好 的一個回報 那我自己會做少少的槓桿 那它去搓到大概十厘一年 那其實你十厘不多不少 那但是在一個你不用怎麼看的市場上 就是買一條債等收息 那其實就OK 那Witch其實就是介乎於兩者之間 即是股票和這個債券之間的一個 無論是從風險角度和回報 因為Witch它純粹是 其實派息本身的意義就不大 即如果你自己可以自己沽那幾股去 那就等於自己製造派息一樣 那但是呢 從公司的政策去考慮 即它那間公司 譬如說說領展這樣算 那為什麼領展的股價相對上都算穩定些 比其他的地產股 那原因很簡單就是 它用了接近八九成的盈利 走了去派息 那它本身 譬如是一個很好的經濟環境下 它呢 想去擴張的時候 那你拿了這些盈利去做擴張 那去到突然之間經濟有轉變了 那這些擴張就會立即打回原形 那如果你賺完的錢 其實是要派息給股東的 那你沒有得去挫這個 那麼高風險的動作 那所以相對上它就表現得比較穩定些 所以Witch就是有這個特性 就是股價可能都會升少少 但就不會好像股票那麽多 但又要派息給你 那所以從Witch的角度 我就會在全球去做為一個狩獵 那因為全球都有各有特色 就是五花百門 比如說英國的Witch 其實工業地產Witch是很強的 例如是Seagull 那些比較早100年歷史 已經是一個工業大帝國 就是陳幾何時 甚至乎是當年它為客人去想方案的時候 其實是想到物流怎樣解決呢 一百年前就沒有那些 沒有現在那麽多貨車 那些 它是直接在租給客人的工廠裏面 製造一個火車站 直接到樓下就是你的 其實很多奇招它們會用到 比如說是日本那邊 日本那邊我就會主要留意一些運輸的 或者物流的Witch 那個玩法就是 日本其實有很多地方強 譬如是半導體很強 但那些是說股票 但物流Witch 它經常都算是一個相對上 來向一些的經濟 所以變成這個情況下 它的物流業是穩定會有發展 所以這些Witch又是很穩定的 那你美國方面呢 有個稅的限制 三成就是你派息的話 你派一元給你 它可能會收了你三毫子 那樣的 但是都不失一些很強的Witch 例如是數據中心 那這些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股票市場上 其實就譬如台灣這樣 台灣它工業股都強的 所以也可以去涉及 那你自己可以用不同的平台去買 那有些都做到的 都不是說很難去 都不是說沒有方法做 應該這樣說 都不是說很難去 而且入場門檻也不是你想像中那麼高 其實香港算是很高的 入場門檻 所以大家去想資產配置的時候 除了要想你那個意義在哪裏 就是你擺不同的國家 當有一些系統性風險存在的時候 你的風險會比較小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出名的投資者 Ray Dalio 的一個聖杯理論 就是說當你的資產的 相對系數越低的時候 其實你會很有效地分散到 你整個組合的風險 而得到同樣的回報 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剛才只是說風險回報而已 而另一邊商就是 你diversify 了 第二點就是 你要選擇那個國家強的板塊去投資 無論你是 REIT 也好 那你要去想這兩點 不過我們在投資的時候 除了定了目標 想追求回報 但是做任何的投資之前 都要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風險 這個是相當之重要的 因為我們都說過往的表現 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 有一些可能是之前做得很好的 但是會不會市況不同了 情況有改變呢 這些經常都會在金融市場發生 我和提提大家 剛才所說的都是嘉賓個人的意見 並不構成任何的投資建議 大家要衡量自己的風險 麻煩你阿Cam 對於一些不同的投資工具 我們下次有機會的時候 再等你和我們慢慢做一些教學 好嗎 好 你現在看的是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住訂閱了我們的Channel之後 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Video 大家就會看到的了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都要支持一下